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七十八集 鱼醉为了免遭山巴掌的肆虐 老老实实地蹲下了 可谁知道才刚蹲下 就被那个民警一脚踹了个后背朝天 那锦哥瞪着眼 给了个踹人的理由 太远了 近点 蹲着 完了 这是随时以大脚印的威胁 让我老实交代 鱼醉小心翼翼地蹲近了一点 那民警皱着眉头开审了 姓名 鱼小二 年龄 二二 奇怪 鱼醉肯定不敢说自己家里 他按照资料背下来的说完 又重复了一遍作案过程 时间 地点 和抢夺方式 和资料上的信息一一吻合 看来这个抢夺案 人证物证俱在 齐活了 看到民警撂笔 鱼醉还以为结束了 可不料那民警一拉椅子 瞪着眼突来一句 还抢过几次 老实交代 就抢了这椅子 一点都不老实 鱼醉为自己的实话付出了四脚朝天的代价 你只好人我见多了 谁进来也说是第一次 都是第一次被抓住 有这么小的事吗 起来 搞得几次 一次 再说一次 真的一次 有同伙吗 没有 一个问句 伴随着一脚踹 鱼醉真是好不委屈啊 民警见鱼醉如此嘴硬 实在是问不出来了 他换了一个询问方式 最近还有继续抢包案 就在你刚刚抢的那条路上发生的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 既然不是你干的 那你知道线索吗 检举别人 可以减轻你的罪行 像你这号的 还认识几个 不如的 什么 居然不知道 不检举 对着人民警察 居然敢一问三不知 民警上去连踹好几脚 直接把鱼醉 从桌边踹到了墙角 沉闷的声音响了很久 夹杂着嫌疑人 鱼小二夸张的尖叫 比夜半见鬼 电锯惊魂还要刺耳 又过了一会儿 民警气喘吁吁地 从审讯间出去了 实在是踹累了 也被这位满地打滚 还有那胡乱的叫声 喊得心虚 小刘 出来把这个带走 邪警小刘 屁颠屁颠地奔了过来 那个民警还物自气羞羞的 真怎么没劲 又是个摸碎 屁都不知道 晚上送看众所 是 苏在墙角还没起来的鱼醉 一下子明白了 这不是丝绸 也不是许平秋 蓄意穿小鞋 而是派出所 片警的标准办案程序 他们都是这么收拾毛贼的 像我曾经的理想 也是当个耀武扬威的片警的 可谁知道 成为片警的理想没实现 却成了片警脚下的小贼 从警派派出所到白云看守所的路程不短 几乎要穿越半个城区 对方向向来十分敏感的鱼醉 坐在警车后备箱的笼子里 他透过朦胧的夜色 看着喧闹的城市 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 这条路我来过 就在离机场不远的地方 连着西郊 出来乍到的时候 鱼醉几乎分不清这里的城市与乡村 因为到哪里都会有联动的楼宇 以及宽阔的马路 可这一切都不会再属于 被剥夺自由的塌了 警车从宽路拐下一条废渣路 车外是连绵的菜地和水塘 还有偶尔呼啸而过的摩托车 封闭的车厢 只有车前窗透进来的风 还带着自由的气息 鱼醉长嗅了一口气 只觉得浑身疼痛加剧 忍不住冷生生地打了一个战力 高墙 铁窗 格子房 不知道那监狱里面 会有多少猙獰的恶棍 会有多少让人毛骨悚然的罪恶 更会有多少不可知的危险在等着我 鱼醉第一次有了一种恐惧的感觉 他活了这么大 虽然品行不端 手脚不静 可顶多是进过中学的教导处 警校风济处 最多也就是写检查加政治教育 隐藏最深的一次罪行 顶多也就是打架 被焚熙城官派出所 关了一个下午 老爸交了罚款把他领出来了 即便是胆肥了 也就是抢了几个爬手而已 那个结伙的敲车窗毛贼 抢得连他也后盼 这一次要接触到真正的罪犯和暴力了 那监狱里关的可是没什么道德底线 甚至是没有人性的罪犯 像我这样的毛贼进去 不知道会经历多少拳脚 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玩好无损的出来 对 拳脚 那是这个社会底层 特别是这个犯罪阶层 最直观的说话方式 没那么恐怖 老子是警察 老子是警察 而且这一次是进去了十几个兄弟 说不定还能碰上一个两个 到时候还有个照应 混上两个月 挨上几顿揍 省上几万块钱 也算是个有资历 有精力的警察了 不对 于醉突然发现自己最后的一道护身符也被剥夺 等到了那里面 你说你是什么都成 就是不能说你是警察呀 那样的话 估计在里面 就得生活不能自律了 这个发现让于醉正了正 他回想起了出道阳城时 身上被剥得一文不剩的凄惨境地 而现在要比那个时候更惨 于醉忍不住在心里面暗骂 这个老王八蛋 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真要是有三长两短 他负得起责吗 于醉如是想着 他在犹豫 恐惧 狐疑之间徘徊着 一时间悔意顿生 真不该头脑发热 跟着大家一起千百神约的 都怪鼠标和豆包这家草包 当时要不是拉着我 我就骂着脸直接回家了 还受这罪干嘛 再想起那干同学时 于醉的心里又有了稍许的安慰 反正一起吃苦受罪没落下谁 比起来 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差多少 再不急 进去就磕头做衣 逢人就认大爷 总不至于运气好呢 能碰到藏猫猫丢了小命吧 凌乱的思绪 纷乱的景象 在眼里 在脑海里 一晃而过 于醉想起了学校 想起了老家 甚至想起了在阳城时 手里有钱的潇洒日子 一切就像做梦一样 为什么就不让梦 停在一个歉意的时刻呢 非要逞上一分钟能 受上几个月醉 大爷的 老子出去调工作 调回分析 不 回家 再也不和这帮警察打交道了 于醉此时又暗暗地 下了一个决心 眼前似乎能够回忆起 许平秋那张黑脸 现在这张脸 只能让他有咬牙切齿 想当鼻梁给一拳的冲动 突然 车子毫无征兆地停下来 于醉从一响里惊醒了 眼睛一瞟 吓了一跳 车就停在了路边 两边都是菜地 没有灯光的路边 他心里一机灵 看向开车的民警 那个民警却是 慢条斯理地下去 开了后厢门 探了一眼窝在乡里的于小二 一言未发 自顾自地点上了一支烟 等不远处有车门声响起的时候 民警夺步走了过去 在暗中和那个人交谈着什么 似乎达成了协议 他等在原地 生怕嫌疑人跑了似的 而另一位 从阴影的夜色中 慢慢走到了车厢前 看着惨兮兮地 窝在车厢里的于醉 为了吗 于醉一惊 抬眼戏变着 突然变出来了 是那个诬告他抢夺的男侍主 他想说点什么 可生理的需求 却压过了精神上的愤怒 饿了 吃吧 那个人递过来一个面包 于醉想要接过来的时候 才想起来自己的双手 被靠在了车厢顶上的钢筋上 那个人直伸着手 把面包递到了于醉的嘴边 看着于醉狼吞虎咽 几口吃干净了面包 又拧开了一瓶矿泉水 一仰头 一口气直灌进了胃里 大声地喘了一口气 他突然觉得毫不悲怅 此时竟连这样的待遇 都让他觉得很幸福 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是谁 最好别告诉我 否则 我出去拍死你 看来认出来了 多人小说剧 于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